床塞滿整個房間 目測長度不到三公尺 家具除了床只有冷氣 和小小的床頭櫃 網友PO出這張照片說 信義區這樣一間房要快五千元 甚至還有網友戲稱 這根本就是棺材房 在台北租屋真的這麼貴嗎 其他兩位同學住 然後三個人一萬八 結果才四平 我的房間比較大 所以大概是七千九 比起外縣市真的是 就是價格差很多 實際在租屋網站找到這間房 裡頭每間房間 從照片看起來都不超過五坪大 之前也有出租網站出現 兩坪大的小房間 租金高達八千五 還沒有廁所 甚至有亞方是在天花板上的隔間 把這個重達幾公斤的鐵輪頂開之後 走進來 這是個清單架座架的木板 這算是樓下的天花板 但是這也是你未來住的地方 睡覺的地方 台北租金有多誇張 以大安森林公園和北車周邊來說 套房可能要三萬以上 亞房也至少要六到八千元 而松山小巨蛋 每兩萬也租不到套房 就連亞房都要破六千 與隔間的亞房 你第一 你除了跟人家共用衛宇之外 你可能選擇的是四樓以上 就是頂樓 甚至是頂樓加蓋 那像這樣的房子 都會相對比較便宜 空間的話 大概說真的 大概才三到四坪而已 台北寸土寸金 以剛出社會的上班族來說 房租可能就佔了 薪水的三分之一 生活大不易 小資族只能靠著 勒緊褲腰帶過日子 這將是秀雲台北報導